古诗十九首 第十一首 我们继续讲古诗十九首 第十一首 这首叫回车驾盐迈 悠悠舍长道 回顾河茫茫 东风摇摆草 所欲无故物 焉得不述老 他在讲一个人做一次长途的旅行 这个长途的旅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他说他驾了一个车 可是忽然让这个车回头绕了一个圈回头 所以叫回车驾盐迈 他要决定迈就是到远方 回车驾盐迈 悠悠舍长道 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他终于驾了车子终于下决心 然后驾了车子出远门 回车驾盐迈 悠悠舍长道 回顾河茫茫 东风摇摆草 这个车子一直带他走 走了很远很远很远的路 忽然想到 哎哟 我走了这么远的路 怎么路上 很多风景我都没感觉 所以回顾 车子走了很远以后他回顾 河茫茫 哇 原来很远很远 很远很远 用个茫茫 就是太远太远了 回头一看 看到什么呢 东风摇摆草 那表示是春天 春天就东风了 摇摆草就是回头只看到茫茫的大地上 都是各种各样的草 被什么 被东风在摇摆 回顾河茫茫 东风摇摆草 所欲无故物 焉得不肃老 这一趟旅行走的路过去他走过 可是这一趟旅行过去这个路他也走过 可是这一次却让他惊害不得已 惊害得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所欲无故物 居然同样的一条路 以前走过的一条老路 居然这一次一个熟悉的东西都没看到 故物就是一个熟悉路上熟悉的东西都看不到 所欲无故物 焉得不肃老 让他有个感觉 人生怎么会不很快就老掉呢 因为什么 因为连大自然的故物都在变化 所以所欲无故物 焉得不肃老 比如你走过一个地方 本来这个地方有一栋楼 这个楼不见了 本来这里有一条马路 马路不见了 所以所欲无故物 焉得不肃老 圣衰各有时 历生苦不早 人生非今时 岂能长寿考 焉乎谁物化 荣民以为宝 他说 每个人的胜跟衰各有时 有的人活得长寿 有的人活得短命 有的人胜就是得意 衰就是失意 每个人的得意失意都有不同的时间 但是历生苦不早 我可惜这次出远门让我有个感觉 时间太宝贵了 因此要立身 就怕不早一点立身 因为什么呢 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历生苦不早 所以圣衰各有时 历生苦不早 我恨我自己 不能早一点历生 历生就是历在世间 让这个世间 社会好像有一个自己的地位 人生非今时 岂能长寿考 我们人不能长久 因为不是今 也不是时 既不是今 也不是时 所以人生非今时 岂能长寿考 怎么可能一直长寿呢 不可能 焉乎谁物化 荣民以为宝 焉乎谁物化 是吗 时间过得很快 随着万物一下子就变老了 人变老了 随着春夏秋冬就会变老了 变衰老了 焉乎谁物老 荣民以为宝 荣民就是光荣的名声 才是人生宝贵的 所以他最后归结了 孔子所讲的 即末世而名不成 一个人过了一辈子以后 留给后世什么 即末世 即末 即就是痛恨 痛恨自己末世就是死的时候 没有名声可以留在后世 即末世 名不成 名会传播就是表示 对后世有贡献 比如岳飞虽然死了 可是岳飞打金兵 匡富三合的心留下来了 岳飞的满江湖 那种豪情壮志留下来了 因此我们叫做荣民以为宝 即末世而名不成的意思 这里是对一个 一次长途旅行以后 忽然发现 以前这个路我走过 可是很多的旧的景都不见了 人生短暂 我怎么都没有立身 苦不早 我自己的人生目标还不知道 没有目标 怎么会立身 怎么会立民呢 有了立身之后才会有荣民以为宝 光荣的民生 才会变成留给后世的一个宝贝 好 下面 东城高且长 尾仪志乡主 回风动地起秋草起乙路 四时更变化 岁木一棵树 陈凤怀苦心 蟋蟀商局处 这个人 这个东城可能就是洛阳 这个人在洛阳城东边 洛阳城东 看这个洛阳城 高得不得了 高且长 又高又长 就沿着城墙一直走 尾仪志乡主 尾仪就是弯弯曲曲 弯弯曲曲的城墙 志乡主 乡主就是一片接一片 一片接一片 所以他沿着洛阳的城 很高的城 一片接一片 一片接一片 东城高且长 尾仪志乡主 我这里是暂且讲 可能是洛阳城 但不一定就是洛阳城了 可能是别的城也可能 然后回风 动地起 秋草 起一路 忽然呢 来一阵旋风 回风就是旋风 旋风是什么 就是拔地而起的旋风 我们美国每一年都有 从海上来的龙卷风 龙卷风卷过以后 什么东西都乱七八糟了 连房子都拔掉了 所以说回风 突然有一阵旋风 动地而起 我们叫拔地而起了 旋风 就是回风 动地起 秋草 七以绿 七以路 这个七呢 其实是七凉那个七 绿就是 把这个绿色的大地 一下子变得七凉 变成了秋草 秋草就变黄了 变乱了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一阵龙卷风来了以后 忽然把大地变颜色了 从绿色变成了秋草 而且凄凉的不得了 四十更变化 岁木一核数 哎呀 让我有一种感觉 这个感觉是什么 四十更变化 四十春夏秋冬的变化 更大 岁木一核数 今年的年终 岁木就是一年结束 今年这一年的结束 这么快就到了 冬天就快到了 沉风怀苦心 蟋蟀伤菊处 这个沉风就是刚刚讲的 早晨 早晨这一阵旋风 这阵龙卷风 好像有苦心 有苦心什么呢 蟋蟀伤菊处 蟋蟀一看就觉得秋天来了 赶快躲起来 躲到屋子里 屋子里就跟大地 大地让人宽阔 躲到屋子里就 处处都觉得环境变小了 所以叫蟋蟀伤菊处 这个沉风好像有苦心 要让蟋蟀赶快躲起来 赶快让它秋天来到 躲在屋子里 就觉得屋子变小了 所以蟋蟀伤菊处 当地放行至何为至结束 这阵狂风 这阵旋风 这个龙卷风 忽然改变它的想法 当地放行至 放行至就是 游荡在外面旅行的心 这种游荡四海的心 忽然让我放弃了 放行至就是 我把放荡江湖的心至 忽然洗干净 当地就洗干净了 何为至结束 我要怎么结束这个旅程呢 干脆结婚 干脆结婚找一个太太 我们叫做 有钱没钱 娶个老婆 好过年了 因为忽然觉得 这一年要过去了 这一年要过去 因此本来想要旅行 本来要放出 要游 笑傲江湖 忽然之间 想要结束这个旅行 所以何为至结 想想 我要怎么来结束这个旅行呢 因为刚刚游东城 可能是洛阳 洛阳城里面有很多什么 有很多的歌迹 这些歌迹都从哪里来 很多有名的歌迹 是从燕照来 燕照在北方 北方来了 洛阳有很多的歌迹 然后多家人 我就干脆在这里找一个老婆 这个老婆是谁呢 第一个条件 美者言如欲 要长得漂亮 第二个 批服裸赏衣 第二个 穿的衣服要会穿 会穿漂亮的衣服 你漂亮还要会穿衣服 第三个 当户理清取 当户是什么呢 独当一面 独当一面 能够理清取 能够整理清取 就是能够唱歌 而且要独当一面的歌手 所以你看 他忽然想要结婚 结婚怎么找对象呢 第一个 要找燕照的美女 这个地方的歌迹 第一个要美如玉 第二个要会穿衣服 第三个 当户理清取 要会唱歌 能独当一面 然后下面 音响一和杯 玄疾之住处 痴情整宗待 成淫聊直足 思维双飞燕 贤泥朝军屋 可是他到 他到 他到 酒家喝酒了 去找美女了 要结婚了 就没想到 听到一个人唱歌 这个玄疾就是 玄疾就弹琴了 就弹玄的时候 音响一和杯 这个姑娘怎么弹出来的 琴音这么悲凉 而且玄这么急 疾管帆玄这么急 知住处 我们琵琶有四根玄 四根玄有四个柱 柱就是玄底下 有个木桩叫柱 他说玄疾之住处 说我忽然听到 这个姑娘弹的琴 悲凉得不得了 那个手指指法之快 然后弹在那个琴上面 好像那个玄都快崩断了 你们可以想象 比如说像什么 像石面埋伏这种 疾管帆玄那种味道 忽然呢 慈情整宗待 成淫聊直足 我听了音乐以后什么 神王 慈情就是神王 神王呢 然后呢 我犹豫了一下 后来又执足了一下 最后呢 整整我的衣服 整宗待 就是衣服的腰 我整理好了 我决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就是要娶这个女孩 就要娶她 思维双飞燕 贤霓朝军 贤霓是什么 就像燕子 双飞燕 然后呢 开始竹巢 为君屋 于是呢 我要 要成个家 要买个屋子 为这个姑娘 然后呢 我要开始结婚 我要开始想 要盖一个新房 然后把这个姑娘 娶回来 因为听了一场音乐以后 这个效果会这么大 这效果是什么 慈情整宗待 陈寅 聊直足 她只陈寅了半嗓 然后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呢 就开始呢 疯狂的 慈情整宗待 把衣服 捆紧 然后下决心 要娶这个姑娘 你看 这是一个多么浪漫 多么任性 我们叫青春的浪漫 青春的任性 下面 驱车上东门 遥望郭北木 白杨和萧萧 松博甲广路 下游沉死人 渺渺极长木 刚刚是逛洛阳了 想要娶太太 现在呢 是经过坟场 经过坟场什么感觉呢 驱车上东门 东门就是洛阳城的东门 从上就是出去 我赶着车子出了洛阳城的东门 遥望郭北 郭就是外城 遥遥地可以望到 洛阳城的外城 北方的墓 这个墓很有名 这个墓叫做北盲山 什么叫北盲山呢 盲这个字呢 就是都市里的人死了 就在那个地方 叫盲 左边一个王 王就是死了 右边一个儿 就是都市 都市里人死了 埋在那个地方 叫北盲山 在哪里 洛阳 洛阳北盲 北边 那各位知道 这是自古以来有名的坟场 从秦到汉到唐 这一直是一个坟场 这个 谁的诗可以为证呢 韩玉 韩玉欣赏两个 一个叫孟娇 一个叫贾导 孟娇比贾导 大个 很多的年纪 孟娇比较年长 那么贾导是把孟娇当老师 韩玉跟他们两个都好朋友 孟娇先死 死了以后 韩玉写了一首诗叫 孟娇死葬 北盲山 孟娇 开始葬在北盲山的时候 日月星辰 颇觉闲 为什么 天上的日月星辰 就闲暇了 为什么 不忙碌 为什么 我们古人认为 人死了以后 有成就的人 会到天上做 星辰 有些叫文曲星 有些叫舞曲星 有些叫酒星 因此在人间坐 在人间呢 到了天上 就会变成星辰 人间有杰出成就的人 到天上就要 会做星辰 所以见到人才 跟人才见面 就叫星星相习 星星相习 就是你也是星 我也是星 星见到星都会相习 叫星星相习 所以他说 驱车上东门 遥望郭北目 那我刚刚讲了 韩玉写 那个 孟娇死了说 孟娇死葬北盲山 日月星辰 颇绝闲 天上的日月星 为什么闲呢 因为来了一个文曲星 所以天上有什么文章应酬 只要有文曲星在 就很悠闲 不需要找人 可是地上没有人才了 因此呢 孟娇死葬北盲山 日月星辰颇绝闲 天孔文章 中道诀 再生甲岛来人间 上天怕人间没有文采 没有文学家了 所以又生了一个甲岛 来填补谁的位置 填补孟娇在人世间的文学地位 你看 这个 这个公围多么重 所以他说 驱车上东门 遥望郭北目 今天我从洛阳城的东边出去 出了外城之后呢 往北看 看到坟场就是北盲山 北盲山呢 都是坟场 他说有白羊跟松伯 白羊和萧萧 北盲山的白羊树 萧条的不得了 让人觉得 有一种冷清 寂寞萧条 而松伯夹广路 可是松伯呢 夹到 夹到的两侧 广路就很宽的路 夹到两侧很宽的路 都是松伯 下者沉死人 苗苗寄长木 下面埋了无数的死人 沉就是排列 排列了无数的死人 苗苗寄长木 苗苗就是安静了 安静了 人生就是永远死掉了 所以苗苗寄长木 木就是木年了 人死了 浅媚黄泉下 千载永不悟 我们有一句叫 悟昧之间 这个是悟 这个是媚 悟昧就是睡觉 可是还没有完全醒 就叫悟昧之间 浅媚黄泉下 现在死人都躺在 黄泉之下 为什么加个 黄是黄土地了 泉是水了 地底下也有水 叫黄泉 浅媚就是 这些埋在土里的死人 千秋永不昧 永远不会醒来了 千秋在地底下 永远不会醒来 浩浩阴阳仪 年年如朝露 浩浩阴阳仪是什么 白天为阳 夜晚为阴 白天为阳 白天为阳 夜晚为阴 春夏为阳 秋冬为阴 月圆为阳 月缺为阴 所以叫浩浩阴阳仪 浩浩就是 无限宽广的天空 上面有日月星辰 有白天晚上 有春夏冬 一直在移动 年命如朝露 而地上的生命 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 随时地上的生命 每一个阴阳 每一个白天晚上 都会很多生命死掉 每一年春夏秋冬 也有很多生命死掉 人生忽如济 寿无 惊时故 人生让我 今天看到坟场 让我有个感觉 人生在天地 好像是一个过客 如济就是过客 人生好像在天地间 是一个过客 所以 李白曾经有个春夜 宴桃李 元旭 一开始说 福天地者万物之逆履 光阴者百代 是过客 所以人在天地之间 好像只是个过客 所以人生忽如 用个忽如济 济就是过客 忽 为什么会忽然 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看到坟场 寿无金石固 一个人的寿命 不可能像金石这么牢固 可以恒久 万岁更相送 贤胜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 多为药所物 不如饮梅酒 披服碗与素 万岁更相送 万岁就是一万年了 一万年 我们说万岁更相送 我们说皇帝叫万岁 皇帝为什么叫万岁 不想死 可是皇帝也是一个过 一个过去 每个皇帝叫万岁 只活几十年就过去了 所以万岁更相送 圣贤莫能度 即使是成圣贤的人 也度不过了生死这一关 圣贤也过不了生死这一关 万岁也过不了生死这一关 所以万岁更相送 圣贤莫能度 万岁更相送 圣贤莫能度 那么求神仙呢 服食求神仙 多为药所物 那些求神仙的人 吃了药 死掉了 我们知道 唐朝有一个最喜欢求仙的 唐献宗 唐朝安时之乱在前 唐献宗想要忠心 他有一番新的气象起来 可是他想说我要有新的气象 我身体要好 我要活得长寿 那是喜欢求仙 去找人家给他做仙药 可是不吃还好 吃了以后每天都想杀人 结果杀到那个太监 每一个人都发抖 最后呢 被一个太监杀掉 所以唐朝有两个皇帝 一个叫唐献宗 一个叫唐晋宗 都是被太监杀掉 那这是求仙 求仙常常不能成功 因此福时求神仙 多为要所物 各位知道 中国的皇帝里边 谁最相信神仙呢 秦始皇 第二个呢 汉武帝 但是这两个都没有求成功 有一个人并不想求仙 可是却成功了 死掉了 谁呢 唐太宗 唐太宗呢 并不像汉武帝这么求仙 也不像秦始皇这么求仙 他比较务实啊 可是他有一次生病拉肚子 拉肚子拉息 一直拉就不好 刚好有一个大将军呢 到印度打仗 结果呢 就带了 从印度带来一个修道的人 说是这个人已经 不得了长寿 已经修成仙了 于是就做了仙丹 说皇帝既然拉肚子 不妨吃一吃 这个印度来的神仙 做了仙丹给你吃 结果没吃还好 一吃死掉 所以唐太宗 贞观之治只有二十三年 他五十三岁就死了 这么年轻死了 被一个神仙害死 这就是 所以他说 福食求神仙 多为药所物 不如饮梅酒 批服丸与树 他说 做皇帝做不成 做圣贤做不成 做神仙做不成 我们人生干嘛 活着的时候 好好喝酒 穿漂亮的衣服 丸与树 丸跟树都是最贵的衣服了 叫丸树 我们古人 衣服上面 上面比较干净 下面的裤子比较脏 裤子脱地嘛 因此呢 上面的衣服比较讲究 下面的布料比较差 如果叫丸裤子地呢 如果连裤子都是用丸做的 那个就是奢侈浪费 所以叫丸裤子地 然后 去者日与输 来者日与清 出国门子时 但见秋与坟 古墓梨为田 松薄摧为新 你看 这个感慨也是来自 看坟墓 他说 去者死的人 你再喜欢的人 只要离开你以后 夫妻感情好不好 好啊 刚刚死的时候 哭着 像李清照 先生赵明成死了 写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淒淒淒淒淒淒 乍冷还寒时候 最难将洗 三杯两沾淡酒 整滴他 晚来风急 厌过也正伤心 却是旧时与相似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顺 如今有谁看着 守着窗儿 独自整身得贺 无同更间细雨 到黄昏 点点滴滴 这次地 整一个仇字了得 写得多好 这是刚刚死 可是死了一年 两年三年 随着日子越来越远 叫去者日已疏 慢慢就没有那么悲伤 就变疏远了 而来者 刚刚诞生的婴儿 刚刚诞生小娃娃 你看她一岁的时候会爬 两岁的时候会站 三岁的时候会走路 然后你看她牙牙血雨 到最后把她长大 所以母亲带一个新生的婴儿 越带越带越带越轻 为什么 看着她成长过程 这叫来者日已轻 去者日已疏 来者日已轻 出锅门之事 但见秋与坟 今天我出了城门外 远远望去 出了城门外 远远望去 就看到坟场 秋与坟 山丘跟坟场 古墓梨为田 松薄催为新 那个坟场上种了什么 古墓慢慢变成 因为山上 就像刚刚讲北盲山 北盲山有新坟 有旧坟 新坟有主人 每年会去扫墓 所以新坟不会被刨 可是古坟留下来 前代的坟留下来 没有后人在维护它了 因此古坟就会被人离为田 就变成田了 那上面的古坟上面的松薄 就被人家砍来做新柴火了 所以松薄催为新 就做成了柴火 白羊多悲风 萧萧仇煞人 我们刚刚讲白羊萧萧 因此白羊多悲风 白羊被风 萧萧的秋风一吹 让你感觉到非常悲凉 所以萧萧仇煞人 我们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侠客 叫丘锦 丘锦后来被满清抓到 她要革命吗 要处死她的时候 让她写她 愿不愿意告白啊 把你罪状写下来 好 她已经被考得了 已经被刑罚 已经处得痛苦不堪 因为她的名字叫秋井 姓秋了 所以她就写一个 秋风秋雨 仇煞人 因为仇这个字 就是秋天的心 也叫秋风秋雨 仇煞人 她说白羊多悲风 萧萧仇煞人 失还故离履 欲归道无因 今天看到坟场 让我想要干脆提前退休 失还故离履 回到我的家乡 离履就是家乡 失还还归故履 可是欲归道无因 我想回去 可是有什么理由呢 无因就是没有理由 回家这条道路 为什么 还不到退休年龄 不到退休年龄 就辞官回家乡 说不定长官都不批准 没有退休的理由了 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 何不禀足游 为乐当即时 何能带来之 你看 昼短 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 何不禀足 这有名的诗句 启发了谁呢 李白 李白有一次 约他几个兄弟 一起去春天 游桃李源 所以叫春夜 春天的夜晚 游桃李源续 就春夜宴桃李源续 里面写 福天地者万物之逆履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然后讲到生命短暂 然后最后说 古人 丙足夜游 良友一夜 及时行乐 丙足夜游 就从这里出来了 我们一个人生年不满百 最多怀活一百岁 可是为什么生年不满百 会怀千岁忧呢 千年呢 马老师就这样 马老师讲李清照的时候 李清照 从他最年轻的荡秋千开始 然后一直讲到他死前 所以老师三个小时讲完 然后李清照一辈子就过完了 三个小时 然后下一个讲星际级 星际级跟李清照 完全两码事 星际级要打天下 要光复三合 讲完了星际级 再讲苏东坡 苏东坡又另外一种味道 所以马老师最怕这种 连续讲诗人 今天讲一个诗人 明天讲 讲完以后 我在讲苏东坡的时候 李清照要跑出来 然后星际级要跑出来 我就让星际级站三边 李清照站这边 要不然讲不出来 所以苏东坡被关在监牢一百天 你读了他的诗会难过 被贬黄粥你会替他难过 贬惠粥你会替他难过 这个叫长怀千岁忧 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皱短苦夜长 何不禀诸有 为什么皱会短 夜会长呢 皱短 白天晚上不是一样长短 可是白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你可以讲出一百个理由 时间不够用 而晚上睡觉就是躺下来 睡觉躺下来 睡不着 就觉得夜晚太长了 意思怎么办 把夜晚借用 怎么借呢 点个蜡烛 点个油灯 点个蜡烛 借夜晚来 当做白天用 这个叫皱短苦夜长 何不禀诸有 为乐当即时 何能带来之 一个人要及时行乐 不能等待 来之 之是什么 就未来了 等到明天 等到后天 等到下个礼拜 说不定没有机会了 要把握及时行乐的意思 愚者爱惜肺 淡为后世吃 仙人王子乔 难可与整齐 那世间有两种笨人 这两种笨人 一个叫愚者爱惜肺 守财奴 我要旅行 丙足夜游 出去玩 旅行要花钱 很多人舍不得花钱 舍不得到什么程度 我有一个朋友 他算我长辈了 我到他家做客 我就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他小时候穷 后来成名了 有名的戏剧家 别人学生常常送他水果 送他礼物 他舍不得吃 他认为一个东西丢掉浪费 一定要把它吃完 可是一个人 他一个人吃不完怎么办呢 因此别人送了水果 他就先把烂的吃掉 把新鲜的放后边 可是等到要吃新鲜的时候 新鲜又变烂了 所以他永远在吃烂的东西 就舍不得 其实烂的东西不是浪费 在深山里面 那些水果没有人种的时候 水果也会烂 水果烂的给谁吃 有专门吃烂水果的虫 那个不是浪费 你应该吃新鲜的 所以有的人就是守财奴 守一辈子 舍不得花钱 舍不得到最后死了一翘以后 儿女争财产 生前舍不得完 这叫 愚者爱惜肺 但为后世吃 这种人变成笑柄了 仙人王子乔 难可予等其 又有人求仙 有几个人可以做到王子乔 仙人 王子乔仙人永远不死 难可予等其 有的人一辈子练仙 练到根本不成功 花时间太多时间 各位知道练仙是很麻烦的 古代道家练仙 古人叫什么 不能吃东西 不能吃东西 所以你看李白隐居在庐山的香如风 朴卧香如顶 苍霞敖摇拳 什么叫苍霞敖摇拳 每天要练吐纳 吐纳是什么 我闭上眼睛在山顶上 要把天上的云雾 用意念吸进来 吸进来 呼吸 吐纳 然后把万里的云雾给吸到鼻子里 吸进来 这个叫吐纳 然后要用最干净的水 喝不能喝脏的水 每天吃些水果 不吃饭 这谁受得了 少喝酒 喝酒会伤身体 所以李白练仙永远练不成 因为他太喜欢喝酒 因此叫仙人王子乔 难以可等其 练仙一般人是练不成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 凌凌碎云木 楼固细明碑 梁风帅以利 游子寒无依 谨情依 为若朴 同胞与我为 独树累长夜 梦想见荣辉 这个凌凌碎云木 这一年要过去了 这一年要过去 北风凌凌 北风凌凌 连那个楼固 楼固是一种小昆虫 会叫的昆虫 连楼固这种小昆虫 都细明碑 晚上都叫得非常的悲凉 因为太冷了 梁风帅以利 游子寒无依 不管走到哪里 帅就是大概 走到哪里都是凉风 冬天的风 凌厉 所以叫凉风帅以利 走到哪里都是凌厉 都是忍得不得了 可是我那个游子 我那个先生寒无依 我担心他 没有冬天的衣服穿 出门的时候 我曾经给他做过棉被 紧情 紧情就是紧断的那个琴被子 我想他大概就 为洛普 大概就送给那个 洛普就是洛神 送给洛神 这什么意思呢 这么多年不回来 那我那些漂亮的被子 出门的时候给他做好的 说不定都送给他喜欢的美女了 紧情为洛普 同胞于我为 同袍 袍是什么 以前我们两个人好的时候 穿一个裤子 穿一个衣服 他穿我的衣服 我穿他的衣服 洗完澡 他穿我的衣服 我穿他的衣服 常常这样做 同袍于我 可是现在呢 他不理我了 一走这么多年不回来 独树累长夜 梦想见荣辉 今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觉得慢慢长夜 我就很想见他一面 在哪里见面 梦想见荣辉 我想在梦里看他那个漂亮的脸蛋 荣辉就是漂亮的脸蛋 终于做梦 梦到什么呢 梦到结婚那个时候 梦人为古欢 古欢就是以前 古就是以前 以前的那种结婚 婚宴 我梦到今天晚上 我梦到梦人 就是我的先生 梦到他什么 结婚的那天晚上 古欢 以前呢 以前最快乐的时间 网架会前 衰 他亲自驾了马车 网架就是他亲自驾了马车 会前衰 扔给我一个线绳 就是古代的女孩子要上马车 男生丢一个马 有一个 有根绳子 他拉着你 然后把你拉上来 所以叫 叫网架会前衰 当他梦人就我先生 我先生当年娶我的时候 自己驾了马车来 然后扔给我一根绳子 把我拉到车上 所以梦人为古欢 我想到这一段 以前的快乐日子 愿得长巧笑 攜手同车归 我的先生告诉我说 你应该多笑 他说你笑起来最美 愿得长巧笑 说你应该多笑 你笑起来真美 攜手同车归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 手拉着手 他就把我载回了家 可是自从结婚以后 他就很少回来了 而且回来时间都很短 寄来不虚意 不虚意就是不久了 回来一趟就很 待个几个小时就走了 待个一个晚上就走了 寄来不虚意 没有多久就走了 又不处重围 重围就是清热了 而且又不会在蚊帐里面 跟我清热 换句话说 每次回来 洗澡 又走了 然后连抱抱都不抱抱 这就叫不重围了 又不处重围 量无尘封意 焉能临风飞 尘封就是一种大鸟 这种大鸟 那个展翅高飞 他说量无尘封意 可惜我没有翅膀 不能跟它一起飞 焉能临风飞 怎么能够临驾 驾风而飞 我没有大鸟的翅膀 怎么能够驾风而飞呢 勉赖以示意 引领遥相惜 勉赖 今天我做了一个梦 醒来以后 还有一点 眼睛有一点朦朦胧胧 有一点睁不开 勉赖就是眼睛有一点睁不开 以示意 看到光 慢慢睁开 慢慢睁开 眼睛睁开以后 引领遥相惜 我就想说 我在梦里梦到 跟他结婚的那一段 可是我现在只有 伸长了脖子 遥相惜 惜就是盼望 看看能不能看到一点 他回来的影子 看不到 习以怀感伤 垂涕沾双飞 习以就靠在门口 我靠在门墙上 怀感伤 越看越难过 越看越难过 引领遥相惜 就是我靠在门上 伸长了脖子 看能不能看到他的影子 看不到他的影子 于是我的眼泪就一直掉 一直掉 双飞 飞就是窗户了 什么是窗户 眼睛呢 眼睛是灵魂之窗 所以我的眼泪就掉不完的眼泪 这是 梦东寒气至北风河产力 仇多枝叶长 仰观众心裂 三五月明满 明月满 四五禅吐缺 刻从远方来 为我一书杂 他说梦东就是十月 今天十月寒气真的到了 北风河产力 哇 北风吹得发抖啊 仇多枝叶长 晚上睡不着觉 仇多因为枝叶长 晚上仇多 睡不着觉 才知道夜晚有多长 那怎么办呢 仰观众心裂 于是我就穿着衣服 去看月亮 看星辰 就仰观众心尘 因为仇多枝叶长 睡不着 就仰观众心裂 这种看星的日子 越来越多了 三五明月满 四五禅吐缺 古人认为月亮有什么 有禅除 有兔子 玉兔 我因为常常看月亮 发现十五真的月亮特别圆 三五一十五 明月满 三五十五的时候 每个月的阴历十五号 月亮特别满 特别圆 那四五二十呢 二十以后 蝉兔就是月亮开始缺 蝉兔代表月亮 月亮就开始缺 今天呢 刻从远方来 为我一书杂 忽然今天 我常常望月 一个人孤单 忽然今天来一个 来一个客人 带了一个远方的书信 为我一书杂 送了我一封信 上言常相思 下言久离别 信打开呢 上面一开始写 哎呀 想我 常相思 我的先生说 想我想的不得了 下言久离别 下面说 哎呀 我离开你已经好几年了 真对不起 结果呢 这封信 我觉得宝贵得不得了 字书 怀袖中 我就把它放到我的怀里 三岁字不灭 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 结果呢 我保护得很好 这里面的每个字 每个字都不会消失 就是什么 没有汗水 不会汗水把它弄湿了 表示这三年就靠这一张 就靠这封信过日子 所以三岁字不灭 就表示这三年就靠这个字 来让我过日子 一心抱屈屈 聚君不识察 自从我收到这封信以后 我一心抱屈屈屈屈的真诚 我很真诚地怀念他 我相信我的先生不会抛弃我 可是我担心聚君不识察 我担心我对他的贞结 他看不到 他对我好 我对他也好 我绝对不会变心 因此一心抱屈屈 聚君不识察 这封信你看 让一个女孩子三年 维持一种心理的快乐 安定 下面更厉害 课从远方来 为我一端棋 相去万语里 故人心相耳 文采双渊秧 才为何欢备 今天这首诗写 课从远方来 送给我一个端棋 如果是端宴 就是一个好的宴台 如果端棋 就是一块好的丝绸 送了我一块非常好的丝绸 是客人从远方带来 相去万语里 故人心相耳 这个耳就是加一个 错字边那个耳 耳就是近 我跟我先生已经相去万语里 可是他思念我 好像心很静 这个耳就是加一个错字边的静 我们说 灯高必至悲 行远必至耳 耳就是近 故人的心跟我很接近 送给我一端 从千里 从千里万语里之外 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棋 这个丝绸 这个上面还绣了什么呢 文采双鸳鸯 上面绣了一个漂亮的鸳鸯 才为和欢被 我知道它的意思 于是我就把这个端棋 上面有绣着鸳鸯的端棋 就才为一个和欢被 和欢当然就叫男女和欢 因为上面有双鸳鸯 鸳鸯双树 因此就做了一个被子 然后 拙以长相思 缘以结不结 以交投期中 谁能别离此 这个长相思 拙就是塞了 被套有了 还要里面放什么 放丝棉呢 这个丝棉呢 常常的 它用这个丝 其实是 那个禅丝的丝 可是为什么这个丝呢 因为这个丝代表那个丝 这个丝代表那个丝 代表什么 代表思念 就有点像李桑颖 李桑颖不是写个无题吗 相见识难 别一难 东风无利 百花禅 春禅到死 丝方禁 蜡锯成灰 类似干 春禅到死 丝方禁 用的是那个禅师的失 可是谐音就是失念的失 用那个禅师来代表失念 因此 拙以常相失 这个背套有了 上面有个鸳鸯 这个鸳鸯背里面要放棉絮 失眠 这个失眠呢 放了长长的失眠 好像我对他的失念 拙就是里边放了 里边放了什么 长长的失 代表我的失念 然后边缘上呢 要打结 让人家解不开 就是这个缘分永远解不开 就是永远不会解开 就是我跟他的缘分 永远不会断掉 那么有了这个鸳鸯背以后呢 我的心就定下来 以交投其中 这个七里边如果投了交 叫如交四七 如交四七以后 谁能别离此 永远分不开了 永远跟他在一起 你看这是古诗十九首里 写到一个万里之外 先生回来 送了一个端棋给他 上面有个鸳鸯 他把它做成被子 到最后呢 作为一个安定 这个姑娘的心 你看写得是不是很好 各位还记得 我在前面讲过 我们人把大自然的真 给他价值化叫做善 把他感情化叫做美 善呢要用理性来判断 美呢要用感性来感受 所以人类就开发了 从真开发了善跟美 那么今天讲的是太阳月亮 玩在手里 一天的太阳有早晨 有中午有晚上 如果拿一天的太阳 代表人的一生 早上的太阳 就等于人的童年 中午的太阳 等于人的状年 那夕阳代表人的老年 所以我们叫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朝阳好在哪里 很美 夕阳好在哪里 很美 可是光不够亮 最亮是中午 中午你不能用眼睛去看它 眼睛看它会瞎 可是中午的太阳 眼睛最亮 照东西最清楚 那朝阳是什么 虽然很美 可是越来越有力量 夕阳呢 很美 可是越来越没有力量 人的一生就像一个太阳 我们分童年 中年 晚年 朝阳 中午的太阳 夕阳 我们人要从这里理解什么呢 童年像小孩子的童真 小孩子的世界是不分是非的 小孩子的世界没有是非 所以可爱 不分是非就是回到真 大自然的动物世界 没有所谓的是非 一个老虎狮子 把一个羚羊吃掉了 你不能说它残忍 因为那是它的谋生 那就是大自然的真 所以大自然真并没有善跟恶 善跟恶是我们人把它 价值化跟感情化 因此小孩子的可爱在于天真 就像早上的太阳 那中午的太阳呢 无所不照 清清楚楚 所以小孩子的真 叫做不分是非 当一个人不分是非的时候 就接近大自然的动物植物 接近大自然动物植物就叫真 那不分是非是没有能力去分是非 因为小孩子没有能力分是非 所以小孩子很可爱 叫真 可是我们一个人历生社会 不能不分是非 所以是非分明就叫做善 因此这样中午的太阳 要是非分明 到了夕阳以后呢 夕阳要下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超越是非 所以人生要从不分是非 到是非分明 再超越是非 超越是非就有美感 就美感 所以不分是非是真 是非分明是善 超越是非是美 究竟如何超越是非 如何是非分明 如何不分是非 要讲这个题目 需要又要三个小时 那马老师没有那个时间 只能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